北向资金的半日的净卖出是34.82亿元 也想跟一辉老师去探讨一下今天上午北向资金这个行为 当然近期来讲其实北向资金还是一个连续净流入 包括昨天也是连续净流入 已经是连续了六个交易日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净流入 我们看到但是今天形成一个净流出 34.86亿这个流出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 其实北向资金主要看的是什么呢 看两点 第一个看我们的汇率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升值的一个状态 在前期为什么北向资金从流出到一个流入一个大买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汇率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转折 由之前的贬值进入到一个升值区间 这是其二 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的相应的经济数据 因为在昨天公布的经济数据里面的财新PMI数据是49.2% 其实相比于上个月是低了0.3个百分点 所以说就造成了什么 整个市场的预期还是在消化经济数据不佳所带来的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点也能够反映出什么 经济底是产生的 所以说今天这个我们所说的这种北向资金的小幅的净流出呢 我认为可能是一个交易盘而不是配置盘 配置盘仍然还是我们看到在前期主要进入到一些权重类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像贵州茅台啊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啊 包括像一些这个消费类的进气来讲增幅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么今天其实产生出的是什么 为什么上润指出跌幅比较大 其实是属于内资 内资的代表就是以这个石油石化 以这个中四头为首的杂盘 对吧我们今天看到的同时外资今天也卖出 所以说今天是内资主导外资流出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说来讲对于短期行情也就是代表的是什么 今天的形成一个共振式的一个回调的另外一个原因 还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全球市场啊 今天整体而言其实港股还是跌幅比较大的 目前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港股现在而言的话是跌幅多少 2%2.02%啊 这是恒生指数 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恒生科技指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其实整体的一个跌幅也是相对的比较大 达多少2.58% 那么昨天其实中概股本身也是一个领跌的达到多少 2.43% 那么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晚间的美股 包括昨天晚间的欧洲市场也是形成一个下跌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不能够盲目的看多了 我们应该是什么波段式来看市场本身的一个变化情况 那么今天其实我们在直播之中也讲到了 那么从事从这个英伟达概念股票 从事从这个工业软件 工业母机啊 包括像光刻机这一块 其实会不会是形成一个新的主线 也就是数字经济为依托的形成一个新的主线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刚才我们强调 昨天的决策层在一个重要的官媒的杂志上重点讲到的是什么 加强基础研究 同时科技的自立自强 对吧 发展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 那么好 很明确了科技可能整体的一个板块会继续一个上行 包括今天我们看到光刻机形成一个反弹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核心 所以说我们要捕捉市场本身的一种动态 这种动态是什么 资金石油高 那这种高就是先涨的是以房地产以大金融为主 大金融先撤 现在房地产还是在政策的价值之下还能涨 我认为房地产板块至少能够到8月10几号8月20号附近可能才会形成高点 但是可能是独目一只了 对吧 之前是两大板块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大金融带领指数形成上涨 而现在只剩下房地产 所以说目前讲话 我们要关注下游的下面一阶段的一个政策催化 就是我们所说的科技这块是这样